嘿,hello,大家好 那今天是9月19号 然后我还是在菲利达菲亚 前两天去了菲利达菲亚市政府那边附近拍了一小段 那边也正好是电影Loki取景的一个地方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那期视频 因为我打算把这个视频切成好几部分 然后现在呢我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Ontarion Street这条街这边附近 因为呢这边有一家漫画店我之前经常来 这边有称号他们店门口 这部车是一个仿的一个老的车 Gordon就是那个蝙蝠侠里面它的歌坛式 警车造型做的一个 那不管怎么说呢 然后就是这家漫画店 因为我经常看的一本漫画 然后正好是那个 纽约那边我已经找不到了 完全找不到 它两三个月前的正好是疫情期间 没法出门的那段期间 然后我在疫情前就开始追 开始要买那个漫画 它一共分成五期 然后前两期还是在那个疫情前 然后结果正好疫情期间 我就错过了后面三期 彻底没有买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当中两期 然后最后一期又找不到 纽约彻底没有了 然后我打算这次正好来 我就经常去的一家漫画店这边 我来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有货 进去看一下咯 我先问一下能不能进去拍摄了 嗯嗯 然后就像其他店面 其他的店一样的 就是一定要戴口罩才能进去 然后我们进去问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在店内 哇 然后我经常要找的那本漫画 现在也没有了 果然那本 那么这个系列这么热销的 就完全找不到了 啊 啊 我能找到更多 所以 他们这边也会有时候进一些模型一类的 有些很多是很老的一些 你看 像以前的那个Spider-Man 3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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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了 啊 啊 好难找啊 我要找的那本漫画 今天找不到了 这是老的那个 Batman的那个 美国的漫画史是很久的 比中国的那个漫画史要久很多了 中国的一个近代漫画的一个历史 根本就没有那么长的 但是你从广义上来说的话 实际上中国的漫画历史 要从好像应该是大自暴时期就开始了 因为他们这边这家店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一家店 然后说不定你可以逃到一些老货 但是有些热门的确实也还是不容易找了 哇 我要找都找不到啊 I can't find it Oh the flash I already have that 有一些我已经有了 如果有些有兴趣喜欢漫画 美国的漫画什么的话可以过来逃一下的 顺便说一下美国的漫画它是 到现在依然还是有很多那种会用到政治讽刺啊什么的 不像中国现在很多的那个都会有很多限制 好 我们等会再去看其他的吧 离开漫画店 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去走到另外一家是GameStop 虽然说那家店它是属于是连锁店 但是实际上在疫情前就已经有一些消息露出了 说有可能要关掉好几家门店 本身在那个叫什么 在那个Chinatown Freshing那边的话 New York Freshing那边的话 应该是本来也有一家小的店面的 但后面就关掉了嘛 我曾经有朋友在那边是当店长的 然后结果后面关掉 他就被迫转移到另外一家店面去当店长了 怎么说呢 不知道这次疫情打击那家店面 就是现在要去的这家店面会不会还在 还在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了 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话打折应该挺多的 为了要促销嘛 毕竟有几个月的那个 几个月的那个空前期了 几个月的那个空前期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一个位置的话 哇,这条路叫什么路来的? 先走过去再说 因为要走到那家电骑是要大概走个十几分钟的 稍微有点距离,虽然是条直线,但是也稍微有点距离 看一下,叫Aramingo Aramingo Avenue 那一条路直线走过去的话,要走十几分钟 所以说还是要转化,可能东西要断一下 顺便说一下,这边附近的话,其实有很多小的店面 像毕生客啊,我记得这边原本对面是有一家那个 他们现在已经换了,已经有新的店搬进去了 Bornington The Earth,The Bee,right? 本来这边是一个那个Toy Us的 然后现在已经有新店面搬进去了 也好了,至少这个店面没有关,没有空着 这边本来也有很多那个像Pizza Hunt 还有几家那个速食店开了这边一个很小的店面 但是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大幅缩减 所以说也都关了 OK,然后要往前走走到前面一个很远的 你们应该logo能看到 那个McDonald那个附近 再往前一点点那个位置 那边,所以要稍微走一段 好多店面都 哎呀 那你看 马来对面那个Pizza Hunt 就毕生客 一个很小的一个店面 也关掉了 本来这家店面我经 每次过来的时候我都会order的 啊 顺便也说一下 如果那个GameStop有开着的话 说不定还是能讨到一点什么好东西 是的 有些时候我记得 我记得GameStop也会少量的进一点漫画 如果他们有的话就最好了 那会很棒 我可以先过马路 我可以先过马路 因为在靠另外一边 因为在靠另外一边 跳灯了 然后实际上从这个地方坐地铁的话去那个Feridelfia的那个China Town其实也挺近的 嗯 半个小时不到就能到 挺快的 然后Feridelfia这边的那个China Town其实不大 挺小的 嗯 横着来算的话大概 占了三条街 然后店面的话也不多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New York的那个规模大 但是基本上能开的时间长久的店 都是一些经得起考验的店 餐厅啊 什么的 爸爸还留着 爸爸还活着 Herbert 那最好 那 estas热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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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热道 你看了 拜登を AT&T Windy 这边还真的很多速食店 如果是一行前的话 我待在这边那段时间真的是在吃速食店这间市场完全不担心 因为这边Windy啊,KFC,McDonald,Popeye 然后这边那个叫什么 我现在忘记了,What is it called? 吃Taco的那个什么Bell我忘了 What is it called?TacoBell Yeah,TacoBell 这边真的是都有 超赞的好吗,基本上都在这了好吗 集中诶,超集中的 然后再往前一些的话 还有一个是我记得有个大的超市 像Fernander 那个 I've got it,What is it called? 叫 叫 诶 叫什么来着 沃尔玛,对,前面还有个沃尔玛 沃尔玛那么大的店面应该不受影响了 很多人都会在那边等啊,挺好 他们是把门做成了窗口吗 OK,OK,That's great OK,OK,That's great OK,OK,OK,OK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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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OK,OK,OK 手工制作最难做的 KFC KFC 等一秒,they close or not? 应该没有close吧 后面那个窗都开的 哦,I get it 只能通过后面那个速食窗口才能买,对吧 哦 might be I'm not sure 这家KFC我经常过来吃的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炸鸡 比泡泡的比起啊,我还是喜欢KFC的炸鸡 Fresh chicken 然后这边那个Burger King Burger King 你看,都集中在这边 超赞的好吗 超赞的好吗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 快走到了 那部摩托车看着好眼熟啊 那部摩托车看着好眼熟啊 OK,Let's go 麦克达娜 在这里 说起来,我前年在这边买了一个Coupon 然后那个Coupon就一直没用 那个Coupon是 他们说是什么募捐啊 然后一块钱 然后一个Coupon 上面很多的东西都是送的吃啊 只不过是有期限限定的 就是比如说 你只能在这个半个月内拿这一份 就每个月都会 每一个月或者每半个月都会 可以免费拿一份什么吃的东西 但是 后面我一直没拿 浪费了一块钱 那一美元也无所谓了 就当捐了呢 本来也是捐的嘛 对吧 看到这边有那个了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Gamestop Let's go 好像即使是疫情期间也是 但是 车辆挺多的 不过现在已经算是疫情已经开始在 跟之前比起来已经算好很多了 Let's go 虽然说总体数字还是像控制不住一样的 但是 其实 就我身边而言的话 就是 都还是相对 比较平静的 没有什么事 还有事就完蛋了好吗 真是 所以没事真的是万幸 太好了 没得到事 好像这边的人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 好像不是特别那个 不过等会儿进店之前还是要问一下能不能拍摄的 这个还是要问的 出于尊重 对吧 在前面楼 在前面楼 设备回头再满 OK 那边 那边 好 好像有限制吗 这边都已经被拆掉了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 对吧 这边都被拆掉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噢 你来到PS5吗 不是 我只是看到那个骷人 那是很快 那是第一次 那是第一次 噢 噢 好 谢谢 看一下 首先 好 我们先进去为40分 拖了那么久是因为本身在那个刚才在GameStop里面就是虽然店面不大但是就是是这样走一开始就是店员那个代班经理说我是可以在里面拍摄的但结果它又跟那个 主主主主经理又是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之后结果他们说不能拍所以我前面拍的全部白拍然后逛了一下正好那个有几个游戏在打折于是就想买了很多东西都在打折因为毕竟可能是之前那个疫情的关系然后结果结果就没哎呀不管怎么说然后后面又是杀价就跟他们 因为有些东西它还缺就是我有一个游戏想买但是它里面附赠的东西它缺了然后就杀价本来是5050美元的一个游戏49.9吗然后后面就是索性那个这样吗它本身降价是降到20美元然后接下来我再杀一次价因为它本身缺东西然后就以10美元的价格拿下来了还算不错啊 还算是满载而归了